在民国18年初期 精通各门各派全法兵器的王松廷先生 在大陆青岛相当有名 而他也是目前在淡水青岛武馆馆长林昌香的师爷 因此青岛武馆为了纪念他 这个月11号在淡水区市民联合服务大楼 是举办了名家演武大会 一块去看看 著名的全篓子王松廷先生 精通各门派全法兵器 在民国18年初期在大陆青岛相当著名 而他也是目前在淡水青岛武馆馆长林昌香的师爷 而林昌香表示 王松廷先生精通各门派全法兵器 因练就铁沙长国术江湖人称铁戈壁王二虎 在烟台社馆声势浩大 由北霸天居称 更在国术界是无人不知 因此青岛武馆为了纪念王松廷大师 特别举办名家演武大会 以此表示对一代宗师的敬仰 所以我们邀请美国 德国 日本 还有大陆的一些武术名家老师 来做一个精彩的表演 铁戈壁王松廷是我的师爷 那为什么要帮他办这个纪念会 因为铁戈壁王松廷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 他是公认来台1949来台第一高手 那这段历史我想应该让他留下来 所以今天特别要办这个纪念会 让习武之人 甚至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不能够被泯灭 那我们也希望借着演武大会来发扬国术 让更多人来知道国术的美好 这一次的纪念表演大会 先由青岛武馆武师开场 广邀国内各门派老师祈父表演大会 还有来自美国 日本 德国 中国 等武术名家共襄盛举 有刀枪 剑棍等十八班兵器轮番表演 希望能够借此发扬推广国术 所以今天特别纪念我们的铁哥辈 王松廷大师的演武大会 我看到这么多来自各地方的 各位演武名家都齐聚一堂 也可以说是以武会友 大家来共襄盛举 演武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一步一脚印 他有深厚的功夫 当天活动于淡雪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大楼礼堂举办 并且有市议员郑代立香的协助之下 才有这么好的场地 而市议员郑代立香表示 学习武术并不会让孩子变坏 更可以让孩子习武养德 而为了好友林昌香馆长 市议员郑代立香更赞助了这一场的纪念会 武术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 更希望能够传承武术品德发扬光大 记者是段一代水上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